由300西渡区国际师职会继全体师友 在泰玛里乡由总监郭国辉以及乡长陈正俊 共同为纪念碑做接牌仪式 典礼开始总监立即为我们说明了 这是因为尼泊特风灾遭受严重损害的泰玛里地区 在此设备的目的以及意义为何 好那总监帮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办这样子的一个暗示的一个 其实我们300西渡区每年都在我们的 每年七月份都会到我们这个泰玛里 这边来做那个风年祭 本来大王部落 但是今年就是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遇到那个七月份的那个尼泊特台风 那当时我们尼泊特台风我们想的 但是在很快的我们 师子会他们就发起说我们这边我们先来勘察 我们七月十六号我们来勘察 来勘察的时候 发觉到说真的这边这一次 在尼泊特台风对我们香兰这边 还有我们大王部落这边损害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回去台中以后我们就马上的发起小额的募款 料想不到我们的发动小额的捐款 非常的踊跃 非常踊跃 在尼泊特风灾在今年的七月 那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非常感谢国际师子会 山林领西吐区 我们郭总监等团队募款 来到我们的泰玛里乡 发放慰问金及物资等物品 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仪式之外 还准备要在今天的晚上 还要有一个祈福的一个晚会 仪式结束后 我们也看到了 在台东的泰玛里许多地方目前尚未恢复原貌 透过在此的立碑 不忘提醒经过的民众 尼泊特重创台东 为人们所带来的省思 以及灾后辛苦重建 并且努力恢复家园 东台新闻 郑慧如 高志远 泰玛里乡的采访报导